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28日晚间有连政署 以往台北地检署附讯 不断强调一切配合 检方调查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委屈 我觉得深圳不怕影子鞋 坚持做对的事 但紧连掌握到她6年前 疑似涉嫌收贿的金流 4年前还开便当会 替金华城陈情 深夜已犯嫌重大 且有逃亡之余 生压应小威与无姓助理 而同样以被告身份 搜索约谈的 魏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也生压境界 简连28日一早缤纷48路 带回相关文件 除了魏京集团总部 还有金华城案大股东 中石化以及子公司 顶月开发都被搜索 但沈庆金28日 透过声明表示 从来没跟官员妥协过 也没送过红包 金华城案受到无望之灾 更特地做图卡澄清 强调只要依法在砸钱 买30%容积移转 总容积率就高达882% 超过现在的840% 返国外界质疑 而其他包含金华城董座 陈玉坤1200万元交报 应小卫办公室执行长 及陈姓助理 分别以500万及200万元交报 华氏新闻 赵武可报道 你好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